美女的打野向来是讲究一个因物质疑 超大的空中牢笼陷阱 到底能否有着极佳的收获 毕竟袖珍的小型捕兽龙 那可是接连的收获到极品野物 让丽姐看得那是嘖嘖称奇 不仅如此 这一次的丽姐再次守卧鱼叉 置身于河中展现出叉鱼之术 对着河中的超级大鱼展开了疯狂的追逐 着实是惊喜连连 前几天的丽姐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追逐野猪甚至都追到了河流之中 最终丽姐那是成功地收获到了一只小野猪 也让自己的野猪训养计划更进一步 吃肉自由似乎也不是那么地遥远了 不过再不遥远怕是也需要半年以上 因此丽姐还制作了一个地坑木剑陷阱 希望能够收获到肉食 布置好陷阱之后 那边需要耐心等待了 等待向来都是纠结的过程 但是对于长时间游走在山林之中的丽姐来说 日子需要继续过下去 那么就得向前谈 多找均食物 前些日子收获了一根棕榆树芯后 吃起来味道可是要比芭蕉树芯巴士的多 因此今儿再次遇到棕榆树的塔 自然是不会放动的 关键是这一次的这颗棕榆树芯 看起来可是要比之前的那颗大上不少 几乎都有着丽姐大腿般粗鞋 回到庇护所后 一番好好的清洗以及切割之下 丽姐是搞了满满的一大锅棕榆树芯 加上清水后便开始烹煮了起来 煮熟之后的树芯吃起来软糯香甜 味道巴士的一笔 可是让丽姐美滋滋的饱餐了一顿 饱餐之后 下午的丽姐那是晃晃悠悠的前往陷阱处 准备查看是否有收获 不过本以为会空空如眼的 却是没想到陷阱被触发了 这可是将丽姐给高兴换了 赶紧的上前查看后 立马将木箭装置给拖出了地坑 而在下方 是一只个头有着小三十斤的野猪 野猪走得很安详 丽姐那时当即便提着野猪回家 准备吃肉了 这几日的立姐又野猪肉 因此可是有时间干些其他的活景 在庇护所的时候 还利用竹条搞起了编织来 编织出了好几块个头不大的竹片 最后将它们组装在一起后 制作了一个竹子笼子 这个竹子笼子的个头不大 最前端的位置处 底部的部分是连接在一起 可以上下开合 这样的笼子 立姐一共制作了两个 是专门用来捕捉野兔山鼠一类的小动物 拿上笼子之后 立姐来到了附近的木鼠林 在地面挖掘出合适的位置来 准备放置笼子 守护木鼠 笼子的布置也是比较的简单 将笼子固定在地面上后 只需在其旁边插上一根长木棍 绑上一根树藤 将木棍拉弯之后 利用树藤末端绑扎的木棍 以及笼子内的两根横梁形成一个平衡 一旦野猪进入触碰到下端的木棍 便会破坏平衡 回弹之力就会将进口的竹门拉起来 将其关在里面 这便是整个竹笼装置的触发原理 当然 诱饵的话可是不能少 立姐搞了不少的木鼠作为诱饵 想必效果应该不错 最后放置上枯树叶作为伪装之后 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次日的立姐那可是先来到了木鼠林查看陷阱 期待着有着极佳的收获 来到第一个竹笼处 一看就被触发了 立姐那是迫不及待的上线查看了起来 好家伙里面竟然有着一只超大的鼠类 不过似乎不像是山鼠 立姐也不管那么多 先将笼子拿走再说 毕竟还有另外一个笼子需要查看 然后快速地来到了另外一个笼子处 同样是被触发了 而且里面也是有着一只大老鼠 打开笼子之后 好家伙 这只老鼠的个头那是真不小 看得立姐那叫开心无比 小心翼翼地出手下 最终立姐可是将其给抓了上来 并且将两只老鼠放在了一起 最终立姐到笼子带回了庇护所 这两只老鼠不想是山鼠那般的狡猾 立姐打算先将它们养起来 毕竟目前展示不缺肉 为饿了养好它们 立姐还搞了不少的牧鼠喂养它们 当然 这些日子 时不时地来到山中 布置一些打野陷阱可是不能少的 其中还是以绳套陷阱为主 毕竟简单好布置 就像是今日 立姐直接布置了三组绳套陷阱 山林之中野果也是有着不少 比如说这种野生的红生果 味道清甜 还富含维生素和花青素 可是极佳的野果 不过原本带来两只狗子 打算培养成猎狗 现在看起来狗子倒有些像是立姐的脱油品 这几日肉食不缺的情况下 立姐也在搜寻一些好的蔬菜 就像是眼前的山药藤一般 一旦挖掘出野山药来 味道可是好得很 不过就是野生山药的挖掘难度很大 基本上都在泥土深处 而且所在的区域泥土硬度大 还经常伴随着大量的试团 可以说挖掘一颗野山药的难度 不亚于挖掘一个巨大的地坑陷阱的坑洞 好在这些日子立姐不管是肉食还是蔬菜 那都是管保的 因此根本是不缺力气 直接沿着山药的走向挖掘便是 在立姐的不懈努力之下 生前那是直接挖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出来 下方的山药也是能够看到了一大几 大概有着半米的长度 由于立姐是自己吃的 因此也不过多地考虑山药的完整性 而是直接开始收取这部分山药 接连不断地就掰断了不少 估计都有个四五斤去了 最后又是一番挖掘后 再次地收上来了好几节的山药后 立姐这才摆手 并且开始将泥土回填上去 因为她知道 只要回填好泥土 下方的山药还会继续生长 以后不管是自己 还是别的跑山人 那都是有的吃的 另外 断了的山药可是不好拿走 因此立姐找来了两片芭蕉树叶 将这些山药放进去包裹着 便能够轻松地带回去 回到家后 立姐挑选了几根硕大的山药 利用打野刀将表皮去除之后 山药段看起来宛若白玉一把 相当地漂亮 这便是她今儿的主食了 这一餐 立姐倒是没有吃野猪肉了 那毕竟连续吃了好几天 再好吃的东西也是有些腻 反而是这细腻香甜的山药 吃起来相当地不错 不过对于喜欢吃肉的狗子来说 就有些不开心了 不过该吃的还是得吃 饱餐一顿的立姐 看着出来的太阳 今儿有了前往河边泡澡的想法 于是火 带上狗子之后 那是静止地向着山下的河流前去 然而 来到河边之后 立姐竟然发现了水中游的异常 仔细一看 好家伙 竟然是一条超大的河鱼 估计至少也是三四斤的大火 不过想要徒手在这水流之中抓鱼 难度不亚于徒手抓百斤眼珠 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立姐用竹子制作了一把鱼叉 对着河水之中的大鱼追逐了起来 当然 即便是有鱼叉 想要叉到大鱼 那也是很难的 好在经过一番追逐之后 下方的发育被立姐逼到了石凤边缘 最终被一叉叉中 这条大家伙是一条六七斤的大鲤鱼 长度可是不短 估计的有个小半米去了 可是把立姐高兴坏了 捕获到巨物之后 立姐可是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地在水中查看 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鱼火 没想到竟然还真的有 于是我 立姐开启了第二轮插鱼 不过这一次的鱼儿似乎个头不大 而且还倒霉地被立姐插中了两次 第一次就猛了的他 接下来根本就无法逃走 直接被立姐命中 就此 立姐又增加了一条一斤左右的鱼 可是美滋滋啊 随后立姐找了数条 将两条鱼儿给串在了一起 今儿的这一趟外出可以说是太值 当然 来都来了 美女荒野泡澡的戏份又岂能少了 何况这几日立姐浑身早就是被汗水尽透了 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凉水澡之后的立姐 那叫一个神清气爽 提着大鱼便向着庇护所返回 一路之上可以说是无比的快乐 回到庇护所之后 今儿的晚餐自然是要吃鱼了 尤其是这条超大的鲶鱼 立姐那是迫不及待地拿上了打野刀 开始清理起了鱼儿来 最后去除掉鱼头之后 剩下的便是肥美的鱼身了 鲶鱼的鱼肉比较肥厚 而且鱼刺又少 对于不喜欢鱼刺的朋友来说 可以说是十分的友好 烹饪鱼肉的方法还是老方法 直接加入山泉水炖煮 真的 立姐是一点都不爱吃烤鱼的节奏 最终煮熟之后的鱼肉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吃起来口感也是极佳的 而且大年鱼还有些脂肪 要比一般的鱼吃起来润一些 当然 狗子歇也是美滋滋地吃上了一餐鱼肉 美滋滋啊美滋滋 这一餐吃的人和狗都是无比的开心啊 好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 立姐又一次地上了山 准备继续地设置打野陷阱 进而的她可是砍伐了不少的木工 因为立姐一早便发现了野物活动的痕迹 这次准备利用木棍好好地打造一个超级捕猎陷阱 将木棍砍成适合的长短之后 立姐又开始劈砍起了木刺 将一根根的木棍端部削尖了脑袋 好家伙 该不会是有想要制造上一次那般的地坑木剑陷阱吧 在劈砍出一大堆的木刺之后 立姐先是利用粗木棍绑扎出了一个正方形的框架 接着又在框架的四个角上 分别绑扎上了一根粗大的木剑 真是像极了上一次的攻击装置 不过接下来的就有区别了 以为立姐在四根木剑侧面又加装起了木棍来 每两根木剑之间 再次布置上两根横梁 让整个装置的稳固性大大的提升了起来 关键是框架的大小还比上一次大很多 应该有个1米5×1米5的样子 至于剩下的木剑部分 立姐这是按照尖5-6厘米的距离 将它们并排地绑扎在横梁之上 这次应该不是捕杀陷阱吧 毕竟只是在边缘布置木剑 而框架中间那是一点木剑都没有 看起来导向是一个牢笼一般的 只要野物进入到里面自然是无法逃出去的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后 立姐可算是将整个木剑部分给绑扎完毕了 并且还木剑装置给拿到了发现野物活动的地方处 看样子是打算将其布置在这里 随后立姐先是好好地清理了一番地面 在地面之上整理出来了一大块平整的场地 接着便将木剑框架拿了过来 翻转180度之后 让木刺部分朝下方放置 至于顶部的话 这个时候还需要利用木棍来封顶 这部分工作可以说是最为简单的部分 最后再在顶部绑扎上一根绳子 便可以拉扯绳子 将整个木剑装置给吊装到高处 一看就是打算利用这个木剑笼子落下来将野物困住 当然 万一野物比较倒霉 在笼子落下来的时候 跑到了木剑装置边缘处 也是有一定概率被木剑击中的 至于触发装置的话 位置则是在笼子正下方 触发系统依旧还是那一套 就不多说了 唯一可以提下的 便是利姐在触发装置处也搞了个神套 这样的话 能够加大捕获的概率 当然 测试可是不能少的 不得不说 在布置打野陷阱一道之上 利姐可谓是三套衣服扔两套 还是有一套的 没有哪一次让人失望的 确定陷阱没有问题之后 随后利姐便开始重新的将其 给好好的恢复了一遍 另外 利姐还寻来了一些特殊的食物 劈砍开之后里面的颜色很好看 这是野巫喜欢吃的东西 将其布置在陷阱边上 便能够吸引野巫过来 再在周围撒上不少的干树叶 作为遮盖物 剩下的一切就看运气了 荒野求生这么久 利姐第一次被眼前的鱼儿给惊呆了 因为这竟然是一条奇特的粉色黏鱼 颜色可以说是极其少见 就是不知道味道到底好不好吃 这一次利姐不仅是遇见了奇特的人 还有这野生的火鸡 藏身于密林之中 抓起来着实极其之难 上期的利姐那是直接实现了大丰收 制作出来的小龙子打野 一个都没走空 轻轻松松地捕获到了两只肥瘦的大耳朵老鼠 不过就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的地坑 搭配空中木箭装置 看起来可以说是威武大气 但是却是一直没有动静 但是装置可是不能不管 每日的定期巡查还是要做的 起而一早 利姐再次带上两只狗子 开始在山林中搜寻起来 运气极佳的利姐还没到达木箭陷阱处 便发现了一株根部朔果雷雷的植物 看起来有些像是山鼠的感觉 不过这却不是山鼠 而是超大的绝根筋款 这样的好东西在荒野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为此利姐那是当即便利用打野刀搞了一大块下来 还没吃早饭的利姐自然是先回到了庇护所 准备生火做饭 毕竟陷阱天天都去 晚一些也没事 这种根筋外皮看起来粗糙暗淡 但是将皮削掉之后 里面的果实肉带着淡淡的黄色 劈砍开来的时候有些像是土豆 不过却是有着不少的拉丝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样子 烹饪的方法也是比较的简单 只需要上锅大火炖煮即可 趁着烹煮的时间 利姐还给狗子检查了下身体 经常跟着利姐寻山的他们身上有着一些小伤 让狗子看起来比较为女 随着山鼠烹煮的软弱之后 利姐也是不客气的开吃了起来 毕竟荒野生存最关键的就是要有力气 当然狗子们的那一份利姐也是不会忘记的 两只狗子直接分到了满满的一株槽山鼠 饱餐之后 那自然是要前去查看布置下的陷阱了 毕竟那可是关系到利姐的养殖大业 随着利姐慢慢地靠近木箭装置 本以为会像前几日那般的空空如也 但是没想到陷阱竟然被触发了 激动的利姐那是赶紧地上前查看了起来 好家伙 里面竟然是一只野猪 而且还是带有斑马条纹的小野猪 这可是好东西 很适合用来驯养 因此利姐在一番细细地查看之后 便拿出了打野刀 将顶部的木棍敲掉几根 这样的话 便可以从顶部的开口位置 俯身下去捕捉小野猪了 不过野猪毕竟不是家猪 没有那么的温顺 虽然其个头不大 但是想要徒手将其抓起来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两次扩开顶部的空间之后 利姐是足足地花费了十多分钟 最后这才将小野猪给抓住 接着拖了出来 为了方便将野猪带回去 利姐还利用了树藤给野猪做了一番捆绑 随着这才提着野猪向着庇护所方向归去 转眼间 便来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的利姐那是无比的惬意 竹签上的超大块野猪肉 此时烤的那叫一个焦香似义 吃起来外皮香脆 内里油滋滋的 简直是不要太美 而在火炉上 剩下的猪头连带着猪身 也都被利姐熏烤着挂了起来 全部制作成了熏野猪肉 如此一来才能够较长时间地保存起来 当然 可不要以为烤制的是 左捕捉到的那只小野猪 其实这是之前的地坑逐渐陷阱 直接坑杀了的那只野猪 被利姐制作成了烟熏肉 饱餐之后的利姐可是没有忘记 猪圈内的野猪 毕竟还有新来的小野猪 必须安排一顿好的才行 将煮熟的猪食利用凉水冲下 降低温度之后 便可以用来喂养野猪了 现如今 加上左捕捉到的这只小黄毛 利姐已经是有了四只野猪了 每日的吃食量还真不少 左抓野猪 又是扛着野猪跑路 利姐浑身可是沾染了野猪不好闻的气味 因此今儿带上鱼叉的它 直接来到了河边 一方面是尝试叉鱼 以此来丰富自己的饮食 获得更加良好的身体状况 二来嘛 那自然是要好好地泡一个枣嘛 由于前些日子上游下过大雨 因此这几日水比较大 而且鱼儿的数量似乎也比之前多了不少 利姐靠着一根简易的橡胶弹粒鱼叉 在河中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 接连着帕士就插中了五六条的鱼儿 虽然这些鱼儿的个头不大 但是总量加起来可是不少了 至少足够利姐美滋滋地吃上一顿群 趁着这里水流大 利姐还提前将所有的鱼儿给好好地清理干净 随后将它们全部地插入到了鱼叉之上 鱼儿已经收获了不少了 那么接下来自然是要美滋滋地来上一个凉水枣 不要以为这水太冷 要知道山林间气候湿热无比 能够泡上凉水枣 可以说是无比的凉爽 美滋滋地泡了一个枣之后 此时的利姐那叫一个浑身通透 疲倦直接去为一大半 而剩下的一小半 那就得就给美食来消除了 回到庇护所后 利姐熟练地生起火堆 随后将鱼肉再一次地进行清洗 接着便开始烹饪鱼肉 这一次 利姐总算是不打算吃清水煮鱼肉 而是采用了煎炸的方法来烹饪鱼肉 这在利姐这么近乎200天的时间里 似乎还是第一次煎炸鱼肉 不过有一说一 虽然这是看到利姐第一次煎炸鱼 但是利姐的手艺是真的没话说 煎炸出来的鱼儿那叫一个焦黄无比 吃起来真是外皮香酥 里面的鱼肉又是饱含之水 那滋味简直是绝了呀 吃的利姐那叫一个一吃一个不知声 美滋滋啊美滋滋 不过就是狗子似乎对于煎炸的鱼肉没想法 味道口中都是不吃 不懂享受啊 见此状的利姐 可是在牧鼠林里面查看了起来 搜寻之下 先是发现了一个棵生姜植株 当即采摘了一些 而在旁边还有这好几种的野菜 利姐那自然是毫不客气地开始收集起了这些野菜来 另外 像是这种在我们这里被称作酸干的植物 似乎也是利姐收集的对象之一 最后收集到一堆的植物之后 利姐便开始清洗了起来 包括生姜 以及类似酸干的根部 再将叶片和根筋部分的放入到锅中 利姐又将生姜给敲得碎碎的 利用芭蕉叶包裹了起来 随后在锅中加入清水后 直接放在了火上炖煮 至于生姜部分 这时放在了火堆之中灼烧了起来 可能有人会问了 利姐不是刚刚才吃完饭吗 还是美味的鱼肉 怎么又开始制作蔬菜了 还是搞了一竹筒的菜汤 其实看看利姐将生姜拿出来放置的位置 就知道不是她吃了 这是狗子的食草 之前狗子啥也不吃 那是因为生病了 因此利姐采用了土办法 将热生姜绑在狗子脖子上 至于其他的植物汁水 其实也是一些药材熬制的汁水 用来治疗狗子的 也希望狗子能够早日康复吧 不得不说 利姐制作的食物还是很有效果 两日之后 维米的狗子精神了不少 和另外一只狗子 一起跟随着利姐 又在山中搜寻了起来 看到附近有不少干枯了的树木之后 利姐提上打野刀就是一顿输出 毕竟在野外生存时 火可是很重要的 不仅是取暖做饭那么简单 夜间有火在 对野豺狼虎豹也是很好的威慑 因此利姐每几日都会收集不少的柴火 这一次的运气不错 发现的干枯的木材真是不少 拿回来后可是搞了好几大口 山间阴雨来临时 往往都是几日连着下 因此利姐这一次可准备建造一个小的柴火棚 将木柴放置在里面 免得下雨的时候淋湿了 房屋的建设都不是难题 那就更不要说柴火棚的建设了 不一会的功夫 利姐便用木棍和芭蕉树叶 制作了一个柴火棚 当然 两天一锅的猪食可是不能少 目前四只野猪个头还不大 基本上一大锅的猪食兑水喂养 再搭配上芭蕉树等绿叶类食物喂养 两天一锅还是基本上够的 烹煮猪食的话 其中的主力食物必须是木树 毕竟木树营养成分可不是芭蕉树那些能比 利姐也是庆幸 在这老的庇护所附近 有着以前留下来的一大片木树 否则还真是喂养不起这些野猪 那样的话 估计就只能就地正法 直接吃猪肉了 不过有一说一 利姐喂养野猪食 清理木树那真是清理得干净 看着一根根的木树被刮除得干干净净净的过程 真是十分的解压呀 木树的处理依旧是清理干净后 再进行切片 最后放入锅中烹煮 直到烹煮的软烂才完事 最后加入清水搅拌 降低到合适的温度后 便可以导给野猪些吃了 这样的大餐 自然是让小野猪们吃的那叫一个无比的爽快 美滋滋了 处理完野猪的食物之后 昨儿吃上和鱼的利姐 那是意犹未尽 加上之前放在下游河边有个捕鱼竹笼 接着他打算用竹笼捕鱼 然而来到河边却是找不到了竹笼 而在河中利姐又有了新发现 不敢相信 除了鲫鱼外 水中竟然有一条小一米之长的鲫鱼 关键是粉色的鲫鱼 本打算制作鱼叉的利姐 此时又不想直接插上了那条稀有的粉色鲫鱼 因此 利姐那时开始搬起了石块来拦截鱼 因为这一处的河面比较宽 水流的深度不大 利姐先是在下游处 沿着适合的位置设置了一道石块砌柱的堤坝 随后又来到了上游处 利用大石块堆砌了堤坝 接着搞来了不少宽厚的树叶 将这些叶子布置在堤坝下方 用来截断水流 当然 这样的拦截不可能完全截断水流 而且拦截的时间也只是一小会的时间 但是对于利姐来说 只要在这几分钟里 能够将眼前的河鱼抓到就足够了 不过虽然此时的河水小了不少 也浅了不少 但是想要抓住超大的鲫鱼 还是不容易的 好在此处的空间被利姐封锁了 大鲫鱼逃窜了一会儿 最终终究还是难逃利姐之手 直接被利姐给拿捏住了 不得不说 这条鲫鱼是又大又漂亮 小一米的长度外加粉色的鱼身 即便是利姐也是第一次见到 考虑到水中还有鲫鱼的利姐 那是直接在河边修起了一个小的水坑 先将鲫鱼放在了里面 而后的它则是来到河中 继续地捕捉起了鲫鱼来 个头比起鲫鱼小了一二十倍的鲫鱼 抓起来的难度可就要大不少了 利姐那时来来回回地在水中飞步 好不容易才能抓到一条 相当的不容易 最终花费了不少时间的利姐 在鲫鱼的收获上那是远不如之前的竹龙骨鱼 因此 她也只得放弃了继续骨鱼 而是将拦截河流的石块拆除地 接着来到了鱼坑处 查看起了鱼货 不知道这条鲫鱼会不会成为利姐的美食 美女独自荒野求生 第二个一百天即将迎来尾声 这一次的利姐又将如何开启 新一轮的搬迁模式 毕竟目前利姐手上的野猪数量可是不少 而且在离开之前的这两个多月 利姐可以说是又干了几件大事 竟然就连这般巨大的火鸡都没有逃出她的手掌心 上期的利姐更是在河中发现了一条极品大鲫鱼 在利姐建设了不少的石堤蓝河之后 那可是成功地将超大的粉色鲫鱼给拿捏住 要知道这样的大鲫鱼实在是难得一解 不过在鲫鱼的捕捉上那可就要难得多了 徒手抓起来相当的费劲 对于这条粉色鲫鱼来说 利姐内心也是很纠结 要是拿出去的话绝对是价值不符 但是考虑到这样的鱼儿太稀缺了 拿下山多半会被吃掉 为此最终利姐那是毅然决然地将大鲫鱼给放归到了河中 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更多的粉色鲫鱼 也算是为生态做出了奉献 当然剩下的鲫鱼自然是要带走 毕竟数量不多 也就只有三条鲫鱼而已 个头上也是不算大 勉强够吃一餐 将几条鱼穿在树藤上并拿回到庇护所之后 忙碌了一天的利姐自然是要开始制作晚餐了 只见利姐先是将鱼内脏清除 随后考虑到锅不大的原因 利姐还将鱼给切断处理 至于烹饪的方法 上次吃了煎炸的鲫鱼后 利姐那是爱上了那个味道 因此今儿也是继续制作起了煎炸鲫鱼来 不过由于鱼肉比较厚 最后利姐还是加入了一些清水 也算是半煎炸半焖煮的做法 这般的做法下 没想到鱼肉的味道出奇的好 毕竟这可是纯天然无染的野生合鱼 味道本就鲜美 吃的利姐那叫一个美滋滋 一时间甚至忘记给狗子来上两款 好在最终还是给狗子补了几块肉 恢复后的狗子目前精神极佳 吃起烤鱼来那是无比的开心 饱餐之后再美美的睡上一觉 那真是舒服啊 来到次日 一早的利姐便拿上了竹筒 开始劈砍了起来 前些日子用来插鱼的工具 在上次捕鱼后给遗落在了大山之中 以其回去寻找 利姐倒是觉得重新打造一把来的快捷 毕竟制作的方法也是简单 一根竹筒一根铁签 外架一组橡胶条即可 劈砍好竹筒后 还利用烧红的铁签将竹子的末端给扎一个孔洞 以方便后续透过孔洞拉动叉鱼的铁叉 至于提供动力的橡胶条 只需要从废旧的轮胎上切割下来即可使用 将其一端套在铁签末端 另外一端绑扎在竹筒的前端 固定牢靠即可 拉扯铁签末端 将橡胶条拉开 再将铁签末端卡在卡槽处 需要触发时直接按下即可 接着利姐那是准备夜间出动 来到相对较近的小溪流插鱼 毕竟下方的大河在夜间可是不方便行动 而昨天的鱼肉又吃得有些意犹未尽 夜间的鱼儿在灯光的照射下 基本上不会动 因此一旦发现之后 插鱼神器可是一插一个准 接连不断的 利姐便收获到了好几条鱼儿 不过唯一比较可惜的是 这小溪流之中的鱼儿个头上比较小 即便是眼前这条十多厘米长的鱼儿 便已经算得上是大家伙了 好在数量上还是比较给利的 最终利姐怕是插到了有个六七条的鱼火 拿回去之后 直接在夜间搞起了煎炸鱼肉来 不得不说 吃货的力量真是强大呀 美滋滋地休息一夜之后 次日的利姐可算是没有下河捕鱼了 而是带着狗子来到了山上 两日不上来 这里的山鼠又猖狂了起来 为此 利姐那时搞来了木棍和尸块 在合适的位置上布置了两三组的捕鼠陷阱 完事后 还特意地用不少的绝类植物叶片 在周围做起了伪装来 至于两只狗子的话 那自然是在一旁守候着利姐了 这一趟出来 利姐还有了新发现 几根硕大的羽毛 这般的发现可是让利姐很是惊喜 因为就这羽毛的尺寸 野巫绝对不是小家伙 果不其然 在利姐不断地搜寻下 可算是发现了前方的好东西 一只野生的火鸡 随后利姐那时小心翼翼地靠近火鸡 最后更是直接扑了上去 可惜第一季被身法极佳的火鸡躲过去 接着只有不断地追击 看看有没有机会追到了 可惜火鸡的身形对比利姐来说不大 在低矮的密林之中那时来去自由 最终利姐也只得看着火鸡的身影越逃越远 好在利姐也不算是一无所获 在随后的搜寻下 可是发现了火鸡的老巢 里面虽然没有火鸡的身影 但是却是有着不少的火鸡蛋 这样的好东西利姐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一颗颗地将下方的火鸡蛋给收了起来 毕竟火鸡蛋可是富含蛋白质 对于荒野求生的利姐来说 绝对是大补之物 而且不仅是个头大 数量上还不少 一共有着十颗火鸡蛋 至于火鸡蛋的烹饪方法 利姐直接采用了水煮 而且还是一次性地将十颗鸡蛋都煮了 因为她不确定这些鸡蛋能保存多久 毕竟看鸡窝的情况 火鸡可是在孵化了的节奏 火鸡蛋味道鲜美 吃起来那是蛋香浓郁 利姐接连着就吃了好几颗 那叫一个美滋滋 至于狗子的话 利姐也不会吝啬 直接一狗一个鸡蛋 当然 这些日子每天喂养野猪的猪食还是要制作 两天一锅可是不能少 不过这么长的时间下 利姐周围的牧鼠林中的牧鼠植猪也是不多了 要不是这些牧鼠的时间都比较久了 每一颗牧鼠根部的果实都比较多的话 利姐怕是早就没有粮食喂猪了 最多也就能够用来制作一锅的熟食 而且这还是在利姐劈砍了不少的芭蕉树芯 将其切片切碎之后 搭配上牧鼠一同烹煮的情况下 可以想象四只小野猪还是比较能吃的 先后将牧鼠和芭蕉树芯倒入到大锅之中 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烹煮之后 煮好的熟食看起来十分的软弄 未养前的话 还需要将其用凉水降温 如此一来才能给野猪吃 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可是不佳 连日里都是阴雨绵绵的 这也导致了猪圈内十分的泥泥 好在小野猪们对于恶劣的环境早就适应了 毕竟每天有人定时投喂 可是比荒野好多了 投喂野猪之后 作为没有捕捉到火鸡的利姐 那可是十分的不甘心 因此随后就来到了那片山林 开始搜寻野猪的活动痕迹 下过雨的山林 野猪觅食后的痕迹尤为明显 这对于利姐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 经过追寻火鸡觅食的痕迹 利姐还真远远地发现了火鸡的身影 不过她可是没有直接追击 毕竟昨天天气不错都没抓到 现在临终全是雨水 那可就更难抓了 利姐绝对在这里布置一个打野陷阱 专门用来对付火鸡 拿上打野刀的她 那是对着地面就是一顿挖掘 直接搞出了一个十厘米的坑洞来 随后则是开始劈砍起了木棍 在木棍上砍出一个斜凹槽 一看就是触发装置的卡槽部分 再搭配上地面浅浅的坑洞 利姐大概率是要制作一个绳套打野陷阱 果不其然 在将木棍夯入地面之后 利姐又在后方搞了一根长木棍 将其拉弯之后 便有着极佳的弹力来拉扯绳套 而在触发装置处 利姐先后在上面布置上了四五根的触发条 接着才将绳套给布置了上去 测试自然是不能少的 看着木棍被牢牢地套住的画面 利姐还是很满意这个绳套陷阱的 只要火鸡踩到的话 基本上是逃不了的 最后利姐那是少不了 要利用树枝树叶枯叶的 来上一个伪装才行 当然 想要提高捕捉到火鸡的概率 一个陷阱可是不够的 前前后后利姐打造了三组陷阱 这才算是完事 至于今儿的餐食 利姐的运气不错 还发现了野生的韭菜 而且长势极佳 那自然是要将其带走了 回家之后 好好地清洗一番后 再将韭菜切割成一寸左右的蔬菜段备用即可 这可不是只吃韭菜 毕竟此时火炉上剩下的 熏野猪肉炖煮的已经十分爬了 将韭菜加入进去一同烹煮一番的话 不仅是有着韭菜的清香 还能有效地去除野猪的腥味 烹煮之后吃起来更加的过瘾 看看利姐这般一块接着一块的 那是吃得无比的快乐 休息一夜 次日的利姐可是没有忘记火鸡陷阱 一早的她就开始上山查看了起来 在先后两个陷阱都没动静的情况下 本以为第三个陷阱也是没有希望之间 没想到火鸡竟然刚好溜达到这个区域 被利姐惊动之后 想着前方逃去时 正好踩中了陷阱 可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可是让利姐开心坏了 当即就开始出手 收取这绳套上的极品大家伙 毕竟这般的火鸡个头可是不小 估计得有个十几斤去了 最后利姐还搞了一根木棍 将火鸡挂在后面 随后扛着火鸡美滋滋地向着庇护所归去 这一路之上 利姐内心也是有些纠结 那便是到底是吃了火鸡 还是养着火鸡吃蛋 最终利姐还是选择了后者 毕竟目前的食物问题不大 不如先养着火鸡得了 于是乎利姐还给火鸡搞来了不少的杂草 以及一些牧鼠碎款 用来喂养火鸡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后 利姐在附近寻找食物的难度是越来越大 就连之前的山鸡和火鸡都吃了后 这也让她不得不在更远的地方搜寻了起来 当然 还有一个重要的搜寻原因便是牧鼠林已经没有了 后续喂养野猪可是个大麻烦 利姐暂时还不想将野猪搞成烤猪 而搜寻之下 利姐可是有了新发现 远远地便见到了烟火 这下利姐决定上前好好地查看一番 令她没想到的是这里竟然有着几件魔物 另外似乎还养殖了不少家禽 周围则是有着菜地 而后在利姐的呼唤下 总算是见到了这里的主人 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 大叔亲切地让利姐进屋 两人一边喝茶一边交流着 原来大叔是一位山野爱好者 在这里居住了两年半 因此周围不仅是有菜地 而且还喂养了很多的家企 甚至就连后面的猪圈之中 还有这两只驯养的野猪 看起来怕是得有个五六十斤 可是不小 关键是大叔目前因为家人的要求 准备离开这个庇护所至少三个月的时间 这下利姐一听 那可是自己搬家的好位置 大叔也是觉得自己都要走了 就让利姐免费地搬过去 于是乎利姐便快速地回到了庇护所 砍来了不少的竹子 准备搬家事宜 接下来将在新的庇护所 迎接她在荒野的第三个一百天 真是期待啊